好,那我先切過來了 那麼你現在呢 這個蠻大一個沒有關係 我現在呢先打一個字 可以吧 先一個字 那你在這邊呢 隨便打什麼字沒有關係 那打好了 你把你要的字型設好 那如果右邊看不到 請你稍微視窗縮小一下 那個文字的右邊有沒有 如果萬一看不到的話 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那我現在設好 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裡面有沒有辦法 裡面設很多字的顏色 不行,就一個而已 所以說這是它的一個 算是一個使用上的限制 那怎麼樣讓它有不一樣的 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就先把你的動畫先做完 等一下我們再把它匯到什麼 這個Switch,那個Flash裡面去 好,那把它設定好 那我的動畫這樣是不是就完成了 OK了齁 來,你先挑一個你喜歡的 來 如果你要修改它 你就在這上面對不對 點兩下 就進入它的那個 程式的畫面齁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這裡是不是有 間距 比例啊 角度 因為每一個都會不一樣 你套的特效要看齁 那如果說像 以我現在來講的話 我現在是很單純的 就由大變成小嘛 而且比例是300% 也就是它變三倍 如果你要再更大一點 比如說變五百 那打就大 那麼角度的話 你如果想要把它變成 比如說 欸 變成 轉一圈 360度 我們來試看看 你可以直接按這個 有沒有不一樣的 OK嗎? 好,所以其實你可以嘗試看 那再來這邊有阿發的改變嘛 對不對? 你如果希望它從沒有到有 那麼你就0到100了 OK 它只差在說 顏色不能做變化嘛 那其他都一樣啊 齁 所以你可以嘗試看看說 欸 稍微改看看 稍微改看看 來,畫面還給你 現在你的這個動畫已經做好了 那麼現在我們就把它拿出去了 對不對? 那要怎麼樣拿出去? 平常我們以前是就直接從這邊 直接做 直接就出去了 對不對? 但是這種方式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做任何設定 你從這邊出去的 那它就是說 你這個就一定是最後的 一般我們就把它當作最終的 也就是說我這個做完 我就拿到網站上去 今天如果你不是要 直接拿到網站上去 你要拿到Flash整合 或別的軟體整合的 我們通常會 在這邊做一個設定 在哪裡齁? 在這邊有一個叫匯出有沒有 好,有一個這個 面板叫匯出 你看一下這裡 我把它稍微拉出來一點齁 你看一下 這個很長 這個 有沒有 有看清楚了嗎? 匯出Flash 我再滑過一次 準備通過 編移整個匯出的電影 做為什麼 有沒有 那為什麼要這個東西齁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齁 我們在這個Flash裡面啊 你在Switch也可以看得到齁 你看一下它的圓點在哪裡啊 你看一下 Switch它的圓點是在哪裡 00是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預設 其實我們Flash也一樣 軟體的 坐標00在左上角 那麼問題就來了 如果今天你拿這個 直接拿到Flash裡面去用 那麼你記不記得我們昨天做 新增了一個圓點之後 不是都會有這個中心點嗎 對不對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它會把這個圓點怎麼樣 對到這個中心點這邊來 所以你是不是 如果你這個動畫拿進去 你是不是就偏在右下角 你是不是要找到下面去 那對我們來講 再用就比較不好用 所以說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會建議說 你這個勾起來 它會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把它的中心點移到哪裡 移到這邊來 移到你物件的正中間 這樣OK嗎 那所以當我匯到Flash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剛好在那個 影片片段或者是 原件的正中間 就插在這邊 那待會我呢 我兩個都做給你看 那你去比較看看 你就知道說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我現在先勾起來 我做正確的 勾好之後你再來匯出 這樣了解 多做這個步驟而已 好我把它匯出 到Flash 變成SWF 我現在就先放到 上一層好了來 好這是一個 那我勾掉 我再匯出一個 好的那我把畫面還給你 先匯出一下 來 那我們心靈就講了 欸奇怪 那出去這個是有的對不對 我有設打勾的 那所以它出去之後 你會發現看起來怪怪的 如果你直接看 你會發現它都在這裡 因為中心點移到這裡來了 對不對 移到那中間了 那如果你是要直接拿去用的 當然你要用這種沒有打勾的 那這個就是正常的 好但是我現在不要這一個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 這個 對對對 那現在呢 你看一下我們在Lesson4裡面 這個單車之旅這個 這個我有幫你準備好 有沒有 這個 好這個 那現在呢 你就一樣把這個複製起來 放回你自己 電腦裡面之後再來開 好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是要用 預覽的嘛 反正我們現在學到原件之後 各位你要用 都是用 控制裡面的測試影片 就不會直接按那個Play而已 所以你待會呢 把這個檔案打開來 再打開之後呢 我已經先幫你把底圖先準備好了 那麼我們要做那個的話 其實我們 我們就直接放在影片片段裡面 就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這邊 先插入一個新增元件 新增元件 這個元件我們就用影片片段 OK嗎 當然最好其實都有命名啦 因為以後你在看會比較清楚 因為以後演員多了 那個1號代表誰就不知道 所以最好能夠幫他的名稱做命 那萬一如果你沒有在這邊命名 你也可以在這邊 在這裡點兩下 對不對 都可以齁 就是事後可以 再做補救這樣子 好你現在插入之後 現在視頻已經進到這裡來了 這樣Welcome 他獨立的時間軸裡面 好獨立的時間軸 所以我現在 從外面 你看齁 我就從外面 把它匯入 剛剛那 我要把剛剛那個動畫匯進來 剛剛那個動畫匯進來 我把它匯入到舞台 好我找到我剛剛做的 這個已經有做過的 對不對 有調整過的 有打勾的 好按開啟 有沒有發現我的中心點是在這裡 中心點在這邊 我把它拉到最後面 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他就正中間在這裡 這樣了解了齁 就是會插在這邊 那 那他進來之後 每一個影格 都會當作是關 那個關鍵影格 你看我們在 swoosh裡面 有沒有 是總共20個 所以他會把每一個都當作關鍵影格 每一個都當作關鍵影格 這樣OK嗎 好你就讓他直接這樣進來 這樣就可以了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你的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多了很多的元件 有沒有 好他會把那個字拆開來 就變成一個元件 一個元件放進來 你先試看看 好 他進入之後 其實他每一個 其實我們講過 其實switch的話 他裡面就是 所有元件都是 不是 所有的東西都是元件 他就沒有像我們所謂的形狀 有沒有 所以說你看他進來之後 他每一個 你看我點到他 比如說我到最後一個 點到他 你有發現都是方塊的 就是外面有方框的 有沒有 那他也都會把它轉成元件 有看到了齁 所以說他每一個就轉 那所以 在這邊呢 你要不要一個來改顏色 不用 因為我們講過 在元件之後 本尊變分針也會變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你的元件庫 這裡不是有一個w嗎 對不對 如果你w要變顏色怎麼辦 點進去裡面改就好了 這個w 你也可以先把它改名字 這叫w ok 點進去 你看喔 他在裡面這個就是形狀 等於說我在 我一個元件叫w 那裡面有一個形狀 是這樣子 他呢 這一個元件 就拿到這邊裡面來用 沒有錯吧 所以你記得我們簡報有沒有講過 元件之間可以互相怎麼樣 搭配嗎 你可以包在我這邊 我也可以包在你那邊 當然他會有一些限制 只是說他可以互相包來包去的 那所以 這樣子的話 你把它就想說 好像每一個 人都是獨立的演員 然後呢 我跟他演對手戲的話 我會先跟他怎麼樣 先套招套好 對不對 用武打系列也先套好啊 阿不 等一下就出齊了 所以 這個就好像在套招一樣嘛 那現在呢 我不喜歡這個顏色 你就用油漆筒 請問你 這個是甜色還是那個 還是筆畫 你把它選起來你就看到了 你看這樣把它選起來 有沒有看到是誰 是不是甜色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就改甜色 或者直接從這邊改也可以 比如說我這個 改這樣子 好 本尊變 分針會不會變 我也要看有沒有用到它 所以你看回來我也要看 你看最後面這一格 有沒有變 所以你知道 你要不要在這邊動畫裡面 一個一個慢慢改 不用 這樣太麻煩了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只要改一格就好 那這一格是什麼 1 所以這個我打1 點進來 如果你要他變的話 選起來 這樣會變的齁 所以雖然Switch做不到 每個字 色不一樣的顏色 但是我們在 Flash裡面把它做的整合 是不是就OK了 你就可以兩個 就可以都拿來共通 拿來使用齁 那 比如說這個 好 你看我這邊變了 我回到Velcom 欸 有沒有發現 他也變了 怎麼會兩個 因為他很聰明啊 重複應用啊 這兩機不是一樣耶 他就沒有輸出兩次啊 哈哈哈哈 你了解啦 哈哈 你太聰明這樣 不太習慣齁 除非 如果你不要變的話 你就是再複製一個1 這個有沒有 再複製一個元件啊 像我們昨天那個 火焰那個意思一樣 好 你複製一個 然後改不同顏色也可以 或者你點到他 我們昨天是不是有用過R吧 對不對 那麼你也可以直接用什麼 色調 我幫他變成其他的顏色 然後呢 他的程度是多少 如果百分之百 就直接變成那個顏色 這樣也可以 所以 我們講過 元件本身會多出一個 叫顏色這樣的屬性 就在說你很方便去改變什麼 他的一些外觀啊 透明度啊 所以一樣的人 一樣的元件 但是我透過這樣的改變 是不是你會 就會看起來好像不一樣 OK嗎 好 那畫面還給你囉 現在呢 你已經把它做好了 演員是不是已經安排好了 所以你回到場景1 性1 場景1 現在呢 我們就增加一個圖層 增加一個圖層 那這個圖層 最好是命名一下啦 稍微命名一下 然後呢 我再把這個拿出來演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OK了 那你看齁 我這樣 因為我們在Flash裡面啊 你看影片片段 你只能看得到第一格 所以我發現後面就看不到 所以十字點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 因為十字點在哪裡 大致上他的字就會出現在哪邊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當初進來是用 讓他沒有勾那個選項 在右上左上角的 你就會發現在下面很難對 會非常難對齁 那現在好了 我現在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我外面是不是都只有一個影格 但是這樣沒有辦法播 我要從這裡來 對不對 測試影片 有沒有OK 如果位置覺得不滿意 位置如果覺得不滿意 我們就把它關掉 我們再往下調 至少這樣你再調整 是比較容易的 好 這是一種方法 那麼 第二種方法可以怎麼樣 因為我如果直接進到這裡面來看 我是不是只有看到他 看不到我剛剛後面的背景 對不對 所以他還有另外一種編輯原件的方法 這種等於說 我直接進到他的化妝室裡面看 但是沒有主場景 如果你希望有主場景在後面 讓你知道說 我大概位置在哪邊 你可以這樣子 在這邊 在原件上點兩下 或按右鍵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在 你看他有兩種有沒有 有三種有沒有 我們的在心視窗中編輯 應該是編輯啦 編輯就是直接進到這裡來 有沒有 那如果是在原地編輯 就是我現在要講的 你現在站在這裡 那場景 就當作我的背景 有沒有進來了 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進來 還是WELCOME 可是有沒有看到剛剛 整個主場景 所以我往後拉 你是可以預測到他位置在哪裡 因為你這樣就看到了 你了解 編輯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直接在這個地方 進去 或者你按右鍵 所謂的編輯 那麼你如果要在原地編輯 通常我都是直接按兩下就好了 在這個上面 DocDoc 這樣就會進去了 這樣就可以看得到後面是什麼 它的位置就會抓得比較準 因為這是 Flash本身在影片編輯 它只會顯示第一格 所以如果剛剛你的動畫 剛好第一格是不見的 你在這邊就會看不到他 嘿就會看不到他 所以這個給你參考一下 來畫面還給你 然後你們在做Flash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主場景通常都會很簡單 不會像我們以前 什麼幾十格 甚至一百多格很少 為什麼 因為都會像我們這樣 把它拆成一個一個元件 這樣會一直想像积木一樣 所以主場景最後就是很單純的 我放一個放一個 你看我放一個 但是它是動畫 對不對 雖然只有一個影格 但是它是可以播的 那如果說你當初有把這個 控制器拿出來 你會發現只有影格是不能按的 對不對 只有一個影格不能按 對啊 因為我們最後要看到 影片片段本身 在Flash裡面看不到 看不到 就用剛剛那種方式看不到 你一定要透過控制裡面的測試影片 才能夠看到最後結果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跟各位強調 最後你就是都要從這邊來看影片 就不要再用那個控制器的 那個沒效 看不到最後結果 這樣了解齁 好 那再來的話呢 你看 那 譬如你這樣看的話 因為我做的是放大縮小 那本身影片片段是會不斷的動 所以這個字 你有發現做完了 馬上又跑 做完了馬上又跑 那如果我希望它停一下呢 對啊 你可以攝影格 如果你希望它做一次也可以 好 影片片段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你希望它後面停久一點的話 你看一下 我們要來編輯它 那 我就從這次我就在原地編輯了 齁 點兩下 嘟嘟 好 進去之後 你看我是不是到第20格 就到全部都出現了 那 因為影片本來是會不斷的循環 所以它會自動回到第一格去嘛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延長一點 你就在後面 這邊 要不要做動畫 不用 我要只是要出現 是不是插入影格就好了 這樣就會延長 好 這是第一種方法 就是說 你希望它長一點 再來循環一次 那麼 因為它一定中間這一段的話 都會 等於都是停留的 會保留最後一格 然後再回到前面來 這是第一種 如果你希望它只做一次就停了 這個就是我們要 後面要繼續再講下去的一個動作 凱西夏城市啊 凱西夏城市啊 最痛苦的來的 那 我們寫程式的地方有很多地方 那在影格上也可以寫 不過 你有一個原則 你記不記得我們講 在Flash裡面 你要 你要 編輯 你要 做動作 是不是都只能在哪裡 關鍵影格上對不對 加入聲音是不是只能也在關鍵影格上 寫動作也只能在關鍵影格上 OK嗎 好 所以如果你是寫在這個影格上的 假設你要在這邊 先還原一下 我就希望它做一次就好了 不要再做了 我就點到這裡 好 你可以在這邊 但是通常我的影格 我會 動作我會獨立一個圖層啊 這樣會比較好找 好 獨立一個圖層 這個我 叫做Action 好 來 我畫面先還給你好了 好 你待會呢 一樣進到WayelComp裡面 請你增加一個圖層 好 增加一個圖層 然後 把命的Action 之後 在第二十個 因為我在第二十個叫它停嘛 所以我在第二十個 先插入一個關鍵影格 先做到這樣 好 因為我要寫在第二十個啦 因為現在到二十個要停 所以說 在這邊的話 我們在這邊要插入一個關鍵影格 那現在 你看到下面有沒有叫動作 不 接著面板 萬一你的這個面板沒有的話 也沒關係 你從視窗裡面 就可以找到動作 我一般常常就F9 F9 那它的 有兩種方式啦 我相信大家剛開始會 不習慣全部都要自己打的 不習慣全部都要自己打的 那你可以有一個叫助理 這個助理的 點一下 它就會有一些提示 有點像Switch那樣 就是說 你這個參數你要打多少 打多少這樣 那麼你看一下這邊加號 你看到這邊加號 打開 有沒有發現跟左邊都一模一樣 這個內容啊 有沒有跟左邊一模一樣 所以你也可以從左邊用 都好 比如說我這個打開 你看有關於時間軸的控制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控制時間軸 所以我要時間軸打開 有沒有看到一個停 這樣都會對不對 按著丟進來就好了 STOP 那你就好了 那你可能很恐怖 沒有啦 剛開始一定沒有的 呵呵呵 我剛開始當然不可能讓你 覺得很恐怖啊 對不對 你看你會STOP就會PLAY嘛 只是預設它就是PLAY了 它就自動不斷播 那所以你要停就這樣要STOP 你有發現 當我加了之後 有沒有發現上面這裡不一樣 跟這裡有沒有不一樣 因為多了一個小A有沒有 因為A叫做ACTION ACTION啊 就是動作啊 對不對 這表示什麼 這個影格有寫一個動作在裡面 你了解意思嗎 好 嘿 所以如果你要編輯它 假設你以後要編輯這個動作 你點到它 再回來 你就可以看到它 也就是說 當初你寫在哪裡 你就要回去那邊 去找它 這樣子 你了解了齁 所以你看喔 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 我現在的這個影片變段 本來我們影片變段 是不斷重複循環 現在它就只做一次就停了 好 好 有沒有 它就點點在那裡 沒電動啊 嘿 你們剛剛在寫動作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進入這個助理模式的話 你看我這個助理我按掉 你有發現它能看到時間走 控制下比較多 因為這是自己寫的嘛 所以說有比較多 那如果你有進入的話 這邊看到是不是就相對比較少 唉 了解齁 這個我剛剛沒有特別提到 其實它的原則就是只有一個啦 什麼呢 我打開兩個給你看齁 來 你看這邊 畫全錯喔 如果是只有一個字的 我們在寫程式這邊齁 你看這個是不是都是只有一個字 只有一個字的 都是小寫 OK 如果你有兩個字以上的 什麼叫兩個字以上 STOP ALL SUN 有沒有 ALL跟SUN 這樣是不是三個 所以 如果你有 多個字組合起來的 第二個字以後的字母 首字大寫 有發現嗎 O A大寫 S有沒有大寫 再往下走 RODE 是一個小寫的 MOVIE 是不是第二個字大寫 RODE VARIABLE 這樣我們發現你的規則 這個規則是用95% 剩下5% 是另外 就是它會有例外的 但是比較少 我們原則上都是這樣這樣 這樣應該就沒有覺得很害怕吧 好 那所以如果說你要自己寫 可不可以當然可以啊 我把它關掉齁 你看 自己用寫的也可以啊 STOP 因為如果你有寫對 它會亮藍色的 給你咕咕咕掌 如果你有寫錯 它就是用黑色的 不好意思 看不到 這樣 可以啦齁 好 畫面還給你 我可以看到你 好多的 好多的